原定於四月十八號登場的一百零九年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上個月因為防疫考量而宣布延賽 應屆畢業選手的升學權益問題 也浮上檯面 原本體育署打算另外舉辦真式賽 但遭到基層選手跟教練的反彈 於是官方日前再度推出新的配套措施 中等學校運動會有十八個種類 再加上今年來不及辦指定畢業賽的 八個運動種類 總共是有二十六個 那依據升學輔導辦法是最近兩年內的 這個成績都可以來採集 所以我們今年就採集了 這個協會所辦的千國性的杯賽 選手只要擇其中他最好的成績 來作為升學的真式來使用 基本上加分的比例都是一樣的 據田徑項目的例子來說 選手可以根據田徑協會公告的 包含去年全中運 以及今年年初的港督杯 青年杯在內的九場賽事當中 選擇兩場個人最好的成績 作為真式加分的依據 採用過去成績取代另半比賽 希望降低群聚感染的風險 而除了全中運之外 中華籃鞋日前也公告 原定下週開打的第十五季 WSBL將會延後舉行 至於目前 閉關備戰奧運的中華隊國手們 則是發起了能量傳遞的點名活動 要感謝守在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不受奧運延期的失望情緒影響 運動員繼續透過自己的影響力 傳遞正能量 希望可以跟著台灣民眾 一起挺過這次的病毒風暴 YTV新聞採訪報導